烤鸡肉 一口 能吃的 1块 技能 ded 右手大拇指 左手大拇指 出发 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飞 今天终于把正事办了 身份证丢了快一个月了 今天终于办完了 半个月之后过来领 为了照身份证我还特意画了一下眉毛 不知道照出来效果怎么样 今天自己出来必须吃顿好的 找找有什么好吃的 到现在早上饭我还没吃呢 转了一圈只有大众小吃营业 进去看看 大众小吃 营业火烧老豆腐肉夹馍米线馄饨 哇 有米线啊 有 哦,要一份米线 还有啥呀 满豆腐肉 满豆腐肉 哦 哦 你想想吃啥呢 可以拿这个 特辣 饭 啊 人家吃不饱啊 再要和两个双饼 尖椒火腿的 嗯 要三个 火烧 火烧多要先一个啊 呃,家里喝你一块五 哦 一块五 小火是一块 哦 那些喝点不一块 我喝了 喝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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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味道怎么样 第一口就被烫到了 放点醋 吃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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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呀 水 哦 哇 有的 哈哈哈 这块呢 还好吃 嗯 啊 又满又辣又烫 太符合我口味 尖椒火里的烧饼 怎么没有酸菜 还要没吃了口 你先吃了 这个汤是蘸锅味 给抢走了 这姑娘比我还能吃 吃饱喝酒回家 太尴尬了 两口都说我 其实在外边吃饭 我都不敢多点 点多了 让人家说 感觉好没面子 还是自己在家吃 随便吃随便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费的视频 关注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吃饱喝子就是玩火